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6月12日星期五,欢迎您收看今天的《冷眼看世界》The Voice节目 现在呢,再给大家播一条这个最新的消息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竞选的 我们可以看今天这个福克斯西文的首页上呢 这个头版头条还是我昨天说的就是西雅图一些老百姓的自己成立了一个自治区,不让警察进去 这个事情特朗普呢也是接受福克斯西文访问的时候说 他不会让西雅图被这些这个仇恨这个警察的这些人所占领的 然后还有一个基本就是我想给大家今天说的也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特朗普所在的这个共和党呢已经做出了一个正式的重大的决定 就是在今年夏天的这个convention party 就是全国的代表大会上 就是正式推举特朗普为总统候选人的代表大会上呢 他们已经把这个国在的城市给改掉了 之前呢过去两年一直都是跟这个北卡罗赖纳州的夏洛特这个城市签约的 要在那儿进行这个全国代表大会 但是现在呢因为某些这个具体的细节跟北卡政府难以达成一致 所以一怒之下呢特朗普也是要求他们本党的委员会选另外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今天定下来了 就是佛罗里达的这个北部的城市叫Jacksonville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片呢 上面写着G.O.P.S.Wall Choice 就是共和党的选择 在这个图片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人几人呢非常多 这个显然是上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16年 有很多人就是拿这个牌子 绝大部分呢都是白人 因为共和党呢基本上绝大部分就是白人的党 拿着这个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让美国再次伟大呀 还有拿着这个蓝牌子 还有拿着红牌子的人 就是给这个特朗普加油的这些粉丝 14年一度的大狂欢 但是呢在一个小时之前 这个共和党已经选了佛罗里达州的这个Jacksonville 这个城市作为一个另外的这个全国代表大会的地址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这个特朗普很不爽 而且这个让重新选了一个这个地址 开这个四年一度的全国代表大会呢 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年的疫情呢 非常非常的影响大家在一起这个social 进行各种活动 然后开这种大会呢也不例外 现在尽管美国各个的州已经重新被迫的开启 为了保经济 但是呢疫情仍然是非常严重的 两天之前呢是刚刚突破了200万人 而且进一步的说有可能呢 夏天稍微缓和一下秋天又会有一个急剧的第二波 在这种情况下呢 很多州仍然是超过多少人的聚会 因为现在即使是现在呢仍然是非法的 那么在这个北卡罗莱纳州呢 他的这个州长是一个民主党的州长 所以特朗普就不太好控制啊 因为人家不是你共和党 是民主党的 人家这个州长说什么呢 说因为疫情原因 所以原定在今年8月份进行这个全国代表大会呢 8月24号开始的就需要把这个人数呢减少 就不能像之前一样 在一个大体育场馆里面人挤人 一下子挤着几千人 像之前说这个2500人挤在一个场馆 给这个特朗普造这个声势 就然后就郑重的宣布说 啊我们欢迎伟大领袖特朗普 再次代表我们共和党竞选总统 然后大家的疯狂欢呼啊 好多这个特朗普的这种粉丝疯狂欢呼 这个特朗普也很好大喜功 他很开心啊看到这个 但是现在这个城市呢 这个州长说了只能是去336人 等于一下子砍了 差不多是百分之八九十 只剩下差不多是百分之十五 不到百分之二十的人了 那这样的话特朗普肯定很不爽 下面都是冷冷清清的 你怎么能够就是衬托我这个伟大领袖 这个形象呢 所以他呢也是从上周开始呢 就发推说正式的被迫要选另外一个会场 进行今年的这个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 然后很多这个州啊很多城市呢 都已经伸出了橄榄枝说我们愿意接替 我们愿意接替 然后这些州呢全都是这个共和党的州 而这些城市里面呢 它绝大部分的市长的都是民主党 为了好办事呢 这个只有Jacksonville他是共和党的这个做市长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看Jacksonville是 the only city under consideration with the republican mayor 唯一的一个有共和党这个市长的 所以在佛罗里达州这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这个战场州 29个选举人票啊 而且呢是在Jacksonville这样一个北部的一个比较大的城市 可以说呢对于特朗普来说也是天势地利人和 因为我们知道2018年中期选举的时候 在美国全部基本上都是变蓝的情况下呢 这个佛罗里达州反而是变红了 就是说他的这个参议员这个选举呢 之前的那个民主党参议员是0.1 0.2的差距 微弱的输给了这个现在的共和党这个参议员 而之前的这个州长的选举呢 一个黑人市长也是这个Jacksonville的这个 应该是另外一个城市的这个年轻的黑人市长 之前一直都是比较被看好领先的这个黑人市长呢 也是以很微弱的差距 0.5的差距了输给了这个现在的这个白人的州长 共和党人 所以2018年中期选举已经使得佛罗里达 基本上是从参议员到州长 全都是成为这个共和党执政的 所以呢特朗普肯定是非常高兴 再加上特朗普不是在这个共和 在这个佛罗里达有他的一个这个 很大的一个这个别墅呢 叫什么马拉阿哥什么的 经常过去打高尔夫球 所以呢他也是很开心能够选这个Jacksonville 作为一个新的党代表大会的这个举办地 但是呢因为两年前就已经签约了跟夏洛特 进行这个今年的这个全球代表大会 所以呢为了不违约 关于这个business方面的一些事情呢 还会在夏洛特进行这个开会 但是最后这个提名特朗普 作为共和党这个候选人 政选总统呢就会选到这个佛罗里达的Jacksonville 所以相当于是分成了两个地方 共同举办的 而与此相比较呢 这个民主党的呢气势就比较弱一些 因为我们知道周拜登 他现在虽然是民调领先 但是他的这个粉丝的热情嘛 向来是不如这个特朗普多 而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选民的热情 向来也不如共和党的这个选民 这么狂热 投票率这么高 所以呢民主党的这个想法呢 就是仍然是在之前的这个 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来进行全球代表大会 但是呢他之前就已经从原定的7月中旬退到了8月17号 而且呢很有可能会是scale down 就是让人数减少很多 甚至有可能进行一个这个virtual convention 就是在电视上的这种远程的一个全球代表大会 好的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 非常感谢您收看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您支持订阅频道 我们下视频再见